Hello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家天的天气越来越热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健康营养的小米粥吃法 如果经常有便秘的朋友可以尝试制造小米粥 效果特别的好 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50克左右的小米 把它加入清水中 然后下手把小米淘洗干净 小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氨基酸、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 淘洗干净后我们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 直接把它加到砂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开 小米粥煮开锅后我们用勺子搅动一下 防止粘锅 然后调成最小火 再盖上盖子慢煮2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准备一个红薯和一个苹果 把皮削干净 削好皮的红薯我们来切一下 把红薯切成小块 切好的红薯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去皮的苹果同样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同样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颗红枣 清洗干净后把红枣肉切出来 这个红枣和就不要了 然后再切成小丁 切好跟红薯苹果放在一起 这火我们的小米粥煮的差不多了 然后把切好的苹果跟红薯一起加进来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继续煮 然后再把火调到最小 再盖上盖子给它煮15分钟 时间到我们的粥已经煮的差不多了 里面的食材也煮的特别的软烂嘛 把它盛入碗中就可以喝烂 一款香喷喷的小米粥就已经包好了 里面加入了红薯 红薯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 它具有加快肠内蠕动和促进排便的作用 平时我们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红薯 对身体好处是特别多的 用小米搭配红薯苹果与大枣 这样煮着喝 食材简单营养丰富 味道也特别的好 特别适合一家老小食用 因为里面添加了红薯苹果红枣 喝起来味道微微的甜 就不需要另外加糖嘛 还有一股浓浓的果香味 特别的好喝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是可嘉妈妈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